其实工具会一直变换 从电子邮件的发送 或者是手机简讯的发送 这些都只是一种行销工具 一种让你跟客户接触的行销工具 在十几年前 我之前讲一个故事 我那时候都是用Outlook 直接发送电子邮件 然后发送上百个电子邮件 那当然你发电子邮件 没有那么顺利 可能你要发好几百分 要分好几次去发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 专门发电子邮件的工具 那时候我还没有找到 那或者是很贵 所以十几年前 我都是用Outlook 然后这样慢慢发 那现在又演进到Line 所以很多人会问说 这个工具有没有效 那个工具有没有效 我跟你说 每个工具 在每个时期 都有它的效果 但是呢 要看你怎么用 就好像 你说刀子可以拿来杀人 它也可以拿来切水果 它也可以拿来切肉 那你说刀子好不好用 刀子很好用啊 它要做什么都可以啊 可是你用错地方就不对啦 那工具也是 网络行销工具也是 现在Line在台湾很好用 很多人 很多人在用 可是 重点是在于说 你今天发出去的讯息 要怎么样让人家愿意接受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美感 讯息要怎么样让人家可以接受 你自己要反思一下 你在信箱里面收到的广告传单 如果你看到的那个资讯是你喜欢的 你就不会觉得它是垃圾 所以那个东西是见仁见智 但是如果你今天收到广告传单里面的商品 不是你要的 那你就会觉得它是垃圾 相对的 你今天要发讯息 要发Line 要发Email给对方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过滤 过滤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过滤出对方的族群是你要的 你可以过滤出对方他想要你的东西 想要你的产品 那你发这类的讯息给他 他就不会觉得是垃圾 重点就是在这里哦 你怎么去过滤 我怎么去过滤 很简单 假设是我的话 像我自己会写部落格 那会来看我部落格 会持续来看我部落格的人 就是定位在想要做网络创业 网络行销 那这个部落格里面 我会有LINE的QR Code 然后吸引来的人呢 他们就会对我的主题有兴趣 那他就会去订阅我的LINE 变成我的LINE的粉丝 那如果他愿意填写Email的话 他就变成持续收到我的电子邮件 只要我的部落格发布了新的文章 那部落格呢 本身就会自动发Email给对方 那现在用LINE比Email还要快嘛 所以我提供多种工具 给潜在客户去做选择 他今天想要收到我的资讯 看他想要用LINE去收 还是想要用电子邮件去收 那随便他 但是我都提供 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 获得比较精准的客户 那这种就是许可式行销 因为是他自己主动来订阅的 可是你的部落格如果不是像我 因为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 从2007年就开始写 那如果你的部落格不是像我写这么久的话 你可能在网路上不容易去被那些潜在客户搜寻到 那些潜在客户都是你的精准组曲嘛 因为他对你的主题有兴趣嘛 那如果你的部落格是刚开始写 或者是你网站才刚开始架设 那怎么办呢 好打广告 你就去打广告 比如说你去买关键字广告 你去买FB的广告 那你要到处去曝光 那你在曝光之前呢 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你的部落格或你的网站 塞满了很多相关的文章 然后你再去曝光 那去曝光做广告的时候 人家连到你的网站去看 哦这个内容是我想要的哦 好那如果我想要继续持续的去阅读这些文章的话 他可以主动来这个部落格或来这个网站 但是你要有一个提醒的机制给他啊 不然人那么忙他怎么会一直记得他要去 即便他把你的网站加到我的最爱 像我自己也是 我加了很多我的最爱 我的最爱里面已经有上百个连结 上百个网站 可是我不记得啊 我不记得要每天去看他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一个提醒的机制 好那这个提醒的机制就是电子邮件啊 就是发LINE讯息啊 目前最好用的就是这两个嘛 或者是你真的有要花钱的话 发简讯给他几乎百分之百抵达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之后要经营客户的最佳方式 今天他主动来订阅是表示他有兴趣 那你要给他什么样的资讯是他想要继续订阅的 你觉得是广告吗 可以 但是呢不要太长 然后要看商品属性 如果你是卖吃的东西 而且你是菜色很多 譬如说像那个 那个我朋友他卖海鲜 那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食材可以卖 那今天卖帝王蟹 明天卖大杂蟹 后天卖什么名虾 然后或者是卖青鱼 每天都有不同的商品 他可以每天去做一种商品的特价 那每天发这个讯息 这种广告是比较OK的 因为那是大众化商品 可是你的东西如果不是大众化商品 好今天讲一个 锅子好了 那你要给对方什么资讯 你每天都发一个我们锅子多好用 多好用 才会怎么用 那个也许可以啦 但是不要太常发 因为太广告了 非常广告 那假设他已经买了呢 那你会发这个锅子多好用 那他已经买了呢 那这种资讯对他来讲 他可能就直接把你抵抵掉 把你封锁掉了 可是假设他以后还有再回购的需求 那他封锁了你 其实他也收不到你的讯息 你就达不到提醒对方的效果 所以我们到底要发什么讯息给对方 你要去想哦 你的商品是什么东西哦 假设你今天是卖锅具 那你可不可以提供给他不同的食谱 那食谱可不可以比较有趣一点 比如说你可以给他电子书的食谱 那你可以给他图文并茂的电子书食谱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网页 给他有VIP的感觉 这个网页可能是 一定要VIP才能够log in 可以登录的 给他一种VIP的感觉 因为他是持续订户 那他可以到网站上去看各种食谱的资讯 或者是你可以给他影片 你可以放一段影片连结给对方 那这种都是把自己的商品和有价值的资讯做连结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锅具的案例啊 那看你卖什么东西 假设你今天是卖运动衣 那你一直讲说我们运动衣多好多好 那个是在你的官方网站去呈现 但是你可以讲很多跟这件运动衣相关的故事 所以你会发现像SKII他们早期的电视广告 就是一个老奶奶的手 然后因为在做那个酒酿还是什么 结果手就很细嘛 那他从一个故事去出发 就引发人家的兴趣 那还要看 结果他们就衍生出SKII这种化妆品嘛 那人家就会觉得 哇好棒喔 原来这是因为当初的那个什么成分 然后造成他的手很细 然后那个插脸上啊做保养品啊就很棒 所以你要看你的产品是什么俗性 然后去做连结 假设这个产品是可以帮你 好比如说他是对你的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东西 那你不要一直去讲产品怎么样产品怎么样 而是应该从解决人家的问题去着手 所以工具再多 如果你不晓得说这个跟进的信件 或者是你要递送给对方卖的讯息是什么 你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些内容的话 那对方一旦不想收你的信 不想收你的讯息 对来说没有用 他就取消订阅啦 所以这跟你的商品专业度有关系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是有专心要去经营这个商品 要去贩售这个商品的话 那你要去好好的思考 还有好好的去做功课 你可以上Google去搜寻你的商品相关的 或者是你用新制图去做嘛 比如说这个产品你就画在中间 然后跟这个产品相关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运动鞋 运动鞋它可以牵涉到什么 喜欢慢跑的人啊 然后喜欢打网球的人啊 然后你要看这个运动鞋的功能是什么 假设他是专门针对打网球的人 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延伸出去 那打网球 假设这些人是喜欢打网球 你就给他一些打网球的技巧 打网球怎么打会比较好 而不是一直讲你这双运动鞋有多好 你要提供很多跟网球相关的知识 让他们很喜欢这个专业知识 那它的黏着度就会很强 然后人家会好奇 那你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到底提供什么产品 原来你是在提供网球鞋 那你每次发出去的资讯呢 不是每次都是网球鞋 而是跟网球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知识 那底下再去带你的广告就好了 你的广告就是你的网球鞋 每一种商品都一样 你要去做足功课 就是你的商品 到底可以跟哪些东西做连结 哪些专业知识是对方想要的 要站在客户的立场 那这样子像我自己 为什么每天会录一段影片 因为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要做行销 可是都会卡在一个点 就是我一直以为 新的网络工具好用 我就一直换工具 可是你的根本知道没有做好嘛 就是你没有去想好说 我每次要发出去的资讯 到底是什么是对对方有用的 我根本不知道他发什么东西 那你久了久之 这个工具你放在那边就不用了 像很多很多人也很多名片嘛 名片可能 交往来的名片可能数百张上千张 可是名片都丢着 因为名片上面其实有email有手机哦 手机号码对不对 可是你会去发email给对方吗 或者是发手机简讯给对方吗 会啦可能是偶尔啦 比较用心的人可能逢年过节会去发 可是你发的讯息 有没有什么跟别人差异性 如果没有差异性的话 那对对方来说他没有任何的影像 比如说逢年过节 新年快乐啊 那每一个人都在新年快乐 你发的讯息跟别人一样都在讲新年快乐 那对方会记得你才怪 因为一天同一天新年快乐的人 来了好几十个人在新年快乐 然后LINE叮叮咚咚每天都有人在住在新年快乐 那人家怎么可能会记得你 对不对 所以你要 你要让你的讯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然后要去凸显你的差异化 你的商品有竞争对手 所以你要做出差异化 你要做出特色 哇 就没有开灯 有的人是发虚航温暖的 有的人是发虚航温暖的讯息 可是这类讯息呢 他也没有识别度 他没有识别度 除非你长得特别漂亮 或长得特别帅 那你自己的大头罩 就很有识别度的话 那你发给别人这种讯息 哇美女发给我的 祝我新年快乐 或者是跟我虚航温暖 今天天气很冷啊 要穿的温暖一点啊 那我会觉得很窩心 因为他很漂亮 看了就记得 他很帅 看了就记得 可是大部分人不是那样子的人啊 如果你的特色不是很漂亮很帅的话 那你发过去的讯息又跟别人一样 那就没有差异化了 那就没有差异化 那我们要去找出 什么样的差异化 是对方会喜欢你的 是对方一看就很亮的那个亮点